我们看第九节心电图监测 心电图监测 根据我们大纲要求呢 首先我们对于它的应用范围要熟悉一下 对于它的监测方法中的第一个 就是心电图监测仪器 仪器这是了解内容 这是了解内容 比如心电图的一个仪器的类型 我们监测心电图的注意事项 了解一下 对于心电导连及它选择 这是我们要掌握的那种 常规的导连肯定要掌握 那非常规的导连 特殊导连什么西式书图 这些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包括它的临床意义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 就是其实心电图这一部分 你看大部分都是 应该说大部分都是了解那种 只有你那些导连的选择 这是我们的一个掌握那种 应用范围应该熟悉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心电监测的 一个心电图监测的一个应用范围 就是你什么情况下去进行 心电图的监测呢 可能重的吧 微重患者常规进行心电图监测 对吧 因为你它重嘛 所以有时候重要的话 可以引起心肌供血不足 可能会引起心肌的一些 一些霉的释放会导致心肌梗死 那这时候你需要及时监测 发现问题 对吧 所以呢 为了尽早发现这些问题 你需要 必须要进行什么 心电图的监测 那便于早发现早处理 对吧 早处理 提高患者救治几率 第二呢 唯手术期 唯手术期监测 无论何种手术 与麻醉均 可不同程度的产生相关的一个扰乱生理功能 是吧 所以甚至加重原有的组织器官的一个损害 导致心肌缺血 导致心血管问题 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人 老人 但心血管疾病的居多 所以心理失常也有可能 所以必须要检测 所以你看 无论何种手术 你做这个手术 你进手术时 你肯定要检测心电图 肯定要检测 肯定要给你 关机关机 给你安生监护 因为你这个手术和麻醉 可能都会干扰 它正常生理功能了 那正常生理功能 干扰了以后 都可能表现出心肌的问题 导致心血管问题 尤其是65岁以上老人 老人说 从来没有 什么病我没有 是你背棒 吃麻麻香 从来没有过病 但是那时候 其实它身体功能 心理机能 已经是老化的 对吧 身体机能 已经是老化的 这时候 它可能潜在的 就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就是需要 我们引起我们重视 对吧 需要我们的重视 所以我们都需要 对于65岁的老人 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要进行心电监测 包括你诊断 心理失常类型 心脚痛心梗 心梗部位的判断 心房 心脂肥大 的一个诊断 对吧 而且第四呢 了解杨帝皇 抗心理失常药的疗效 疗效 第五是了解 电脊质紊乱 酸减失衡 对心肌的影响 比如低甲血症 高甲血症 说对于心肌 是不是有影响 当然是有影响了 你影响 那你就要了解一下 它对心肌影响的情况 24到48小时动态心电图 浩特 检测 第七呢 是复合试验 主要用于什么 在休息状态下呢 这个心电图正常 但是呢 但是临床症状 却疑似于心肌缺血的患者 复合试验 就是你在休息状态 没问题 你等等跑平玩了 跑平玩 却发现心肌缺血的 这时候你还要监测心电图 你观测到 IC内是否出现 缺血的表现 所以它的一个应用范围 是比较广的 比较广的是吧 你有微重的患者 肯定要监测 所以咱们来一个病人 重了 进到监护室了 那你必须得监测 那进到监护室 你还不重吗 对吧 你谁没事住这 住监护室玩呢 一个月 一天也好多钱的是吧 所以你肯定要监测 那对于手术的 任何手术 只要往手术室里推的 肯定要监测 因为手术和麻醉 对于人体生理肌脑 肯定有影响 包括你已经有心理失常 你得判断心理失常类型 有心梗 你知道你要知道 心梗的它的部位 那部位是吧 它的一个心梗的一个范围 一个心梗 它的一个时期 都是要判断的 心理失常的一个 应该说一个监测的一个结果 包括心理失常的 类型的判断 包括你用药物的 药物的疗效的结果 疗效结果 你也需要知道吧 以及电解质问题 动态心电图的监测 运动平板实验 出现阳性结果以后 你的监测等等 都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都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这个要知道 好我们要看 第二个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 根据心电监护仪 它不同类型与用途 分为什么 心电监测系统 心电图监测仪 和动态心电图监测仪 监测仪 就分为三个 这个都是了解那种 你这本身的这个范围 就是你应用范围 肯定是熟悉的 对吧 心电图监测仪 这本身就是了解 就是了解 包括心电图的什么什么 这些情况 都是了解那种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心电监测系统 是床边的 包括中心的 这都有 那两部分组成 床边给你放一个 然后呢 人家通过这个导线 里接收 人家护士台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 也能看到 这是两部分组成 两者通过什么 有线或者无线的这种遥色 建立关系 可以共同时 共多个患者同时使用 什么八导的 十六导的 什么都有 是吧 都有 那心电图监测仪 就是有线的 有线 单机的心电图监测 动态监测呢 是 给一个小盒子 是吧 记录以分析仪 两部分组成 两部分组成 经过皮肤 电极 慢速并长时间 你们24小时 记录心电图 汇集 以便动态观测和分析 观测和分析 这就是一个 你的监测 心电系统 就是光光光给连上 连上监测 连上个仪子 仪器在旁边 你护士那边 能够看到你 看你的想测 学校光机点一下 想测 想测这个什么东西 都点一下 那就可以遥控 就没问题 心电图 你测一次 心电图 测一次 你有 你大夫我这个心 先去 这块胸闷 我胸闷 我心慌 我胸痛 那你肯定都是心电图 一次测完了 动态呢 就背一个小盒子 小盒子背家去了 爱干嘛干嘛 反正明天 给我背回来就行了 对吧 这就要知道啊 监测心电图时 注意事项 监测心电图时 注意事项 第一个 熟悉不同类型的 心电图监测仪 尤其是 注意发挥不同 不同类型心电图 监测仪的特点和优势 所以并不是说 我做个心电图 我都没有用 有很多人 大夫这块疼 那你说做个心电图吧 他说你这个也不疼了 是不是做不出来呀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经过每一个心电图 每一个检查 都是有它存在的 必要性的 对吧 有的人可能静悉状态 可能也会有问题 那怎么去做 包括动态心电图 咱们说 动态心电图 本身就是 你说 哎呦 这一阵一阵的 一阵一阵的 就是心慌 心慌 那我这一阵 你听的这一阵 我不心慌 对吧 那啥时候心慌 我也不知道 那你这会得 为一个动态 动态来捕捉你这个 你这一阵那块 那块心慌 那一阵那块心慌 可能就数秒钟 或者一两分钟就过去了 那这时候 你还没有到医院呢 那时候你就得捕捉 那包括心电监测 重症的都要监测 监测 咱们可以看它 整体的情况 尤其是你用了药以后 它的一个变化 对吧 这都是 第二呢 伪差的辨识和排除 而发出了发生于心电图 那心电图 这一上就成为伪差 那总之有伪差 比如机颤 比如机线不稳 机线不稳 电流的干扰 移动电话 或者是有线电话 铃声的干扰 支持你的一些动作 因为就是那不配合的 它可能总会动 一动那心电图 当中那线的光景 乱七八糟的 对吧 就出现乱线 以及电极板的松动 脱落 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伪差 所以对于伪差 我们必须要 要监测的清楚 要看得清楚 哪些是伪差 哪些是应该正常的一个变化 哪些是真的是有变化了 对吧 所以我们做心电图 就是你这心电图好与坏 人一看都看出来 就是你做的机线又稳 机线又稳 而且那时候我们要求 就我实习那时候 应该是二十多年前 实习那时候 没有像现在的心电图 光景一出来 这么大一块心电图 都出来 就包括它的指标 包括它做几个 人都可以出来 包括它的一个 区域间随是多少 什么什么都说 包括给你一个简单的诊断 都给你 那时候心电图 就是咱们最原始的 那个心电图 出一个这么小纸条 小长条 小长条 啥也没有 你愿意做多长 做多长 说那时候 我们那个是非常 非常就是说 应该说是 锻炼你的基本功的 那时候我们主任一看 这心电图 就知道 这个学生素质怎么样 然后他说 你看心电图 做的基线非常稳 而且每做一个导帘 就可以打一个标 大家就知道 这个换了一个导帘 每个导帘 那可以做三到四个 三到四个 根据化成心率情况 做三到四个 而且基线都非常稳 做的三到四个也非常好 都在基本上 都在一条条 一条线上 那这个就是你的 基本功的问题 那光你包括你去 每天还要撕这个心电图 去光光往上粘 往上粘 这都是基本功 不像现在 你就不用粘了 往下一加的 没有 没有 所以现在 现在就是 越来越懒了 就这样 就是说明 说明我们的 这个科学技术在进步 因为那时候就伪差的相当多 相当多 因为那时候是需要人去判断的 这个时候呢 机子就是你可以 就可以 至少就可以给你 给你有一定小判断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伪差 就必须要注意了 注意了 人体呢 是一个容积导体 那将两个电极 置于人体表面 置于人体表面 两个不同的部位 那利用导线 跟新建图机 联系在了一起 就成为什么 闭合的一个电路 就会记录这个新建图了 那这个是装置呢 称之为导连 导连 电极置于人体 不同的部位 就构成不同的导连 描迹的波形就不同 这又导连就出来了 那常规导连 就是我们应该 掌握的内容了 对吧 常规导连 就是我们应该 掌握的内容了 首先标准 标准肢体导连 就是两极肢体导连 对吧 两极肢体导连 导连的轴线 导连轴线 与这个波 波的一个平行问题 P波的平行问题 导连 所以呢 它最为明显 也最容易辨认 可爱的波群呢 虽然不一定显示良好 但是仍是新建图 监测的导连之一 就是你的标准肢体导连 因为这边 右边 右手是红的 左手呢 是黄的 黄的 右下指是黑的 左下指是绿的 这是不变的真理 到哪个医院都是一样的 新建图一 人家就是这么设置的 设置的 咱们在书上也明确标识 你这个新建图 是怎么样去连的 在里面连的 哪颗黄 哪颗红 哪颗黑 哪颗绿 是吧 这明显连着的 连着 这有指导 就是指导 指导 当然 当然有加压单极制导连 加压左下指单极是AVL导连 对左屎下臂心性确决 敏感性高 单极心前驱导连 V V是吧 心前驱导连 V1V2 V2 V4 V5 V6 V3 V4 这些都有 V1V2 单纯的反映的是什么 右心时 电位变化 V5V6 反映的是左心时 变化变化 那V3V4呢 就是过渡区 过渡区 所以V1导连 在这边 V1V2是右心 V5V6是左心 V3V4是过渡区 过渡区 V1可以较好的显示 比较小的一些 一些Q波和一些QS波 QS波 所以呢 看那个就是 你的一个 应该说看你的相关的一些导连 就比较好看 心理市场也比较好看 包括防颤 我们也看V1导连 是吧 因为小F波 消失 代致于相关的其他波 所以它 V1导连 所以当显示较好的 小好的F 那个就是 P波和它的一个 相关的QS波 所以它有问题 你看的比较清楚 V4V5V6 能监测左前 左前降值和 左回旋支 冠状动脉分布的心肌 所以提示心肌 有没有缺血 所以V4V5V6导连 你能够看到 那当然咱们 这部分呢 咱们就知道一下就可以 就是主要你知道的是什么 这些常规导连 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就是指导 标准指导 加压指导 和胸前区导连 你怎么去连 那么去连 它代表了意义 知道一下就可以 知道一下就可以 标准指导 就是刚刚说的这些 这些 加压指导 就AVL AVL导连 单极 单极新前区的导连 V1V2V3V4V5V6 V6 那它就 红黄绿黑子 是吧 这些相关的一些指标 相关指标 就是你去加的时候 加的时候 当然我说红黄绿黑子 是少 就一共是六个的 六个导连 那它也有固定的颜色的 固定颜色 也是也是统一的 统一的 这个颜色的 统一 因为现在它这个球上 这个球上 因为现在球不容易掉了 原来我们的球经常丢 就上丢 现在不容易掉了 而且呢 就是它的上面 也明确写着 这个导连上 导连 这上是那个 过有这上一个球 这上明确写着 这维级倒连 原来是不写的 现在都写 就原来我说 那个小小鸡子 是啥也没有 就你自己去光与光与 往上按 你可以把这位一 变成位二 你可以把位二 变成位一 反正只要你位置对 就没问题 没问题 但现在是 这些都是固定的 这些固定在机子里 都设好的 设好的 原来是没有设好 原来你就位置 你就固定 位置你弄好了以后 就没问题 有时候会 有时候这个球掉了 我可能会按上那个 那个球掉了 会按上那个 反正总之 我位置给你弄好了 就没问题了 现在这些机子 都是智能的机子了 对吧 智能机子 所以这个位置需要固定 固定 尤其是你有心肌梗死的患者 对吧 有心梗患者 我们更需要 它的位置是要固定的 我会拿那个 应该是那个点 应该是紫药水 紫药水给涂上 因为它不会脱色 紫药水给涂上 涂上就固定的位置 就总在这个位置去做 防止这个心肩去导量 因为你按的这个位置 跟他按的位置 就有可能会变化 一变化 这个导链 导链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话 就出现 你就看不出 它的波形的变化了 对吧 所以要固定的一个位置就行 固定一个位置就行 那么看见 非常规的导链 就V7V8V9 V7V8V9 就靠后了 靠后了 包括你的夜中 夜前夜后线 肩胛下角线 只需要脊柱旁了 这些V7V8V9 它对于疑似左心 是肥后的 心肌梗死 心肌梗死 主要是死 在左舍后臂的 后臂的是吧 这时候你可以用 V7V8V9导链 那改良的心肩导链 改良的心肩导链 主要是用于识别 心理失常的 心理失常的 右胸导链 右胸导链 V32V42V52的 V52的主要是看呢 你右卫心的 包括右心是肥后的 这是用右胸导链 右胸导链 包括你什么 包括你已经出现 怀疑右死梗死的 也是要做V32V42V52 所以就R不是右吗 它叫右侧 右侧 尤其是下臂心肛 往往合并右死 或者右 往往合并 左指后臂 或者最多的是 合并是什么 右死梗死 右死梗死 所以就是 如果是下臂心肛 这个病人来了 以做下臂心肛 而且需要背离 背离 那有可能就是什么 右死梗死了 那赶紧给他做一个 右死的问题 因为右死梗死 很容易变化 可能数小时就没有了 所以必须要监测 包括心防导连 以及S5导连 P波清晰 CB5导连 那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所以这些特殊导连 就非常规导连 就不是你常规做的导连 我们就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就知道 我们去反映了什么情况 又反映什么 右心是肥后 你可能用右心导连 你反映左心是肥大 你可能用的是V7V8V9 V7V8V9 你反映左死 左死B心肌缺血 你可能用改良的心前导连 等等等等 那总归是有一些特殊的办法 来评判你心肌 就是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内容 那是非常规 那第三呢 咱们看下特殊导连 特殊导连 第一个呢 就是食管 食管导连 那优点在什么 有食管导连 优点就是用于鉴别 与诊断不同类型的心理失常 它对诊断率非常高 对吧 而且判断后臂心梗 比较确切 受外界干扰会比较少 会比较少 波形清晰 这是一个食管导连 第二呢 气管导连 那食管导连是通过这个 食管导连是一个易导连 是吧 它是鉴别心理失常的 诊断好 那外界干扰少 而且呢 诊断后臂好 那食器管导连呢 PQIST主波向上 P波与T波呢 波幅较大 对于风心病 冠心病 心包炎 狭窄 二元狭窄 这些诊断率高一点 它抗干扰能力强 气管导连呢 尤其适用于昏迷的患者 沾望的患者 反倒不安的患者 因为它抗干扰能力强 所以昏迷的 沾望不安 反倒不安的 你做这个导连的时候 它不等着 它不等着 所以这些干扰的特别大 那你用吸管导连 这时候它抗干扰能力非常强 所以它不等着 它不等着吧 沾望的它也是不等着 是吧 它也不配合你 因为这些不等着 不等着不配合 无所谓 对不对 那你还是能够用 气管导连 来一个去做 去做 因为它抗干扰能力强 第三是心内导连 主要用于什么 诊断特殊类型的心理视察 第四呢 头胸导连 主要的特点是 可以对左右心房 全方位的诊断 能够较好的排除 常规导连 常规导连心电图的 各种假阳性改变 头胸导连 特点是对左右心房 全方位诊断 它能够较好的排除 常规心电图中的 假阳性诊断 所以就头胸导连 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导连 咱们可能平时 应该说是不基本不用 所以这石管的 气管的 就是什么心内的 咱们基本的 就是你不是 肯定不是常规用的 咱们你只有特殊的 就是你必须要明确的 这些我们可能会用一些 一些这些特殊的导连 这个呢 是了解那种 第四咱们看一下 西式书导心电图 西式书电图 西式书电图 它是由电极 这个导管 电极导管 经过静脉 到心脏里面 置入心脏的不同部位 然后经过特殊的 这些监测仪器 来得到图形 分析图形 波形 那跟它相关联的 一个时间 间期时间 可以推导出 诊断出 诊断 你对于你的诊断 治疗 复杂心理市场 都是有效的 就是你西式书电图 它是一个 起入性的操作 是吧 电极直接经过静脉 到达心脏的不同部位了 当然心脏不同部位 那经过特殊的这个仪器 去监测 你就得到不同图形了 那你去分析这个图形 那结合患者的一个情况 你去看它有没有 这个心理市场 那也可以对于指导诊断 治疗复杂心理市场 你有效 你有效 所以叫西式书电图 也是我们了解内容 知道一下 那我们看心电图 监测的临床意义 那这个我们至少 应该知道一下 是吧 就为什么要监测 心电图 那临床意义有什么 第一个是持续 持续动态了解 掌握患者的心率变化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吧 你监测它肯定是了解 心率的问题 了解它心 这个心率 心率的改变 就是率 就是有没有 就是心率的变化 和这个心率 有没有齐 率齐不齐 是吧 有没有心率失常的问题 是吧 这个心率 同时呢 要动态监测 ICT段的问题 优波有没有问题 优波出现是 低甲血症的表现 是吧 所以有没有优波的问题 还有监测相关性治疗药物 对于心脏影响的问题 以及心脏起搏器的功能问题 功能问题 都是你要做心电图 监测的临床意义 一个是看药物的疗效 对吧 一个是看追踪 这些心电图的一些相关变化 心率的变化 心率的变化 是吧 包括SR变化等等 这些相关的变化 就是你心梗的时候 它的一个动态变化 这些都是靠心电监测来知道的 知道的 是吧 这些都是你的心电的 这些都是一个心电的问题 今天问题 他们知道 刚刚说的心电 就第九节 心电问题本身的 并不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那种 我们知道 对于那个常规导连 我们可能会考到 但是这些特殊导连 或者是一个非常用的一些导连 一般都会很少考 大家大体的知道一下就可以 但是常规导连 你就知道它 怎么去连它 连意义什么 就知道一下就可以 知道一下可以 所以这个 包括你的一些 前面的应用 那部分呢 是一个熟悉内容 这个肯定要知道一下 就你什么情况下去用这些检测 用这些检测 那为什么要用 那这是你应用的一个范围问题 这个肯定要熟悉一下 熟悉一下 哈